小狐狸 找老杜 好 同学们 开始上课 咱们这讲呢 是热和能 这讲热和能啊 尤其是讲能这一块 就内能这一块 必须要再把 分子的热运动再讲一遍 分子热运动这是啊 在咱们这些同学都 这个课程主要是初三同学学 是吧 就是有同学在初二的时候已经学了一遍了 不行 杜老师现在还要再讲一遍 这必须再讲一遍 如果因为毕竟还有部分同学分子动力论 没学呢 如果分子动力论 不学的话 我们的内能 是学不了的 所以咱们还需要 花一定的时间 而且还需要 花好多时间 把分子动力论 再重新讲一遍 重新讲一遍 学过的同学 就全当复习了 好了 来 开始讲 分子动力论 好 那我们讲 分子动力论之前呢 先来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你比如说这是一张纸 你说你是撕着完容易呢 还扯着完容易呢 就是撕开来容易 还扯开来容易 撕开 这就太简单了是不是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这就不知道了吧 学物理不能只值其一 不值其二 这是第一个思考题 等学完今天的分子动力论内容以后 你或许不用老师讲 你也明白了 好 还有一个就是 在咱们杜老师这些以后的课程里面 每一节课最后都有一个课外兴趣班 这个课外兴趣班里面 杜老师还给你做一个有趣的实验 叫水煮鱼实验 就是你看 这是酒精呢 这里面是鱼 是火的烧 水都沸腾了 沸腾什么意思知道吗 开了 开了是不是 但是鱼还在里面游 这什么鱼呢 这个科学吗 这很科学 非常科学 好了 这两个课程思考题 然后呢 像这个 关于实验的过程 你好好的把这节课给听明白了 到课外兴趣班里面 杜老师会给你讲 杜老师会给你讲 关于第一个思考题 你也学完今天的内容以后 聪明的你应该自己会想的 如果想不到的话 可以在咱们的直播课程里面 向杜老师来求问 当然了 如果有些东西报名比较晚 那如果错过咱们直播的话 那你只能看录播了 如果录播也错过的话 那你只能跟杜老师发一件了 好了 咱们的知识模块一 是物质的组成 物质组成 那咱们先说一下物质有几种状态 比如说 这个喝的水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什么呀 冰 叫冰是不是啊 冰实际上我们平常都把它叫固态 叫液态呀 固态 显然它这个什么呀 是个固态 它就是有一定的体积和一定的形状 是不是 对 冰是有体积的 也有自己的形状 好 但是我们平常用来喝的那水 你说它有形状吗 没有 你用什么容器装它 它就什么形状是不是 对 你用方的容器装它 它就方的 你用圆的容器装它 它就是圆的是不是 嗯 它是没有形状的 但它能不能保证自己的体积呢 嗯 可以 这是可以的 你用量桶去量 你用量杯去量 你用不同的容器去量 它的体积是不会变的是不是 嗯 所以它是能够保证体积 但是保证不了形状的 这是液态 那冰化成水 这水要烧开了水就变成什么了 水蒸气 水蒸气是不是 嗯 水蒸气 好 你这水蒸气有体积有形状吗 没有 你的意思什么都没有是吗 嗯 你说对了 好 首先它体积没有 好 你说你怎么量 是不是 嗯 你一量它飞了是不是 对 对吧 你说我用大点的容器量量 它体积大点 小点的容器量 它就小点是不是 嗯 你还得密封 不密封还不行 好 体积保证不了 好 形状呢 也保证不了 形状也保证不了 你用什么 气体你必须密封的容器去装它 是不是 嗯 你用什么样形状的密封容器去装它 它的形状就是什么样 那就气体它的体积形状都保证不了 啊 这就是气体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咱们接着往下讲 讲风子动力论的内容 所以你说这个 咱们就会干脆水吧 你觉得水是什么组成的 你知道吗 嗯 水滴 哎 回答得非常好 水是由小水滴组成 是不是啊 嗯 比如说一个大水滴 如果你要把它一分为二的话 它就两个小水滴 是不是啊 对 两个小水滴 好 那我把其中一个小水滴拿出来以后 再一分为二 那它又是两个更小的水滴 是不是啊 嗯 好 你数学比较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我就每次都把其中一个小水滴拿出来 每次都一分为二 每次都一分为二 你说我分得完吗 分不完 哎 你数学比较好 嗯 因为从数学上讲 它确实永远都分不完 是不是 嗯 因为永远都是上次的体积质量的二分之一 是不是 对 这是从数学上说的 从咱们物理和化学上讲 它是分得完的 嗯 嗯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啊 因为你每次分它的体积数都变小 体积变小 体积变小 是不是啊 当然小到最小的那个小水滴的时候 啊 最小最小不能再分那个小水滴的时候 如果你还把它从中间分开来的话 从数学上是可以的是不是 对 从物理化学上 如果你把它再分开来的话 它此时就不是水了 它就不具有水的任何化学性质了 那就它此时已经不是个水滴 它就不是水了 那像这个小到最小的一个水滴 不能再分的一个水滴 我们把它叫水分子 生活中听说过吗 嗯 听说过 听说过 是不是啊 这就是水分子 就是可以列最小的一个小水滴 不能再分开了 分开了 它就不是水了 好 但是现在它还是能分的 只不过你分开来以后就不是水了 就这个意思 好 那咱们实际上知道 你是这一滴水要分多少个水分子 无数个 对 这个有数个 但只能说很多很多 是不是 嗯 很多很多 好 分子动理论的第一个内容 我要知道 物质是由大量分子构成 分子构成的 分子间还是有空隙的 因为你分子的分子堆积到一块 但是在老是水果看过去 分子间没有空隙 那空隙很小 空隙很小 实际上明白第一个 物质是由分子构成 看杜罗洛给你举了个例子 如果一滴水放到地球那么大 就把一个小水滴 假设放到地球那么大 分子也就是这么大 而多大呢 直径一米左右这个 一个水滴 如果是地球那么大的话 一个水分子就大概是这么大点 这想象分子有多多吧 是不是 如果全中国人民 一起来数一滴水中的分子 咱们全中国13亿人 是不是 都来数 每人一秒数一个 大家还不吃不喝不睡 还不能听物理课 得数30万年 这是不是很吓人啊 所以你刚才说无数个 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 好 老师那你还没给我讲明白 这分子间为什么有空隙呢 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实际上你可以去做一个实验 你比如说 水是由水分子组成是不是 对 那酒精呢 酒精分子 比如说现在我用一升水 跟一升酒精 它们的总体积应该是多少 两升 一加一等于两 你会是不是 但是现在看着 我把这一升水 跟一升酒精 现在倒在一块 就混合了是不是 对 然后再摇摆 再再搅拌搅拌 摇晃一下 等它进去的时候 你再测量的容器量一下 发现它的体积是小于两升的 那就是一加一小于两 注意 我这实验操作是完全正确的 没有液体没有建出来 它体积确实比两要小了 到这点你可能还不明白是不是 对 那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说咱们家里面 两个碗 一个碗放花生米 这花生米呢 大概这么大一个是不是 另一个碗放什么呢 放小米 小米特别小的 你知道是吧 一碗小米 一碗花生米 总体积是几碗 两碗 两碗是不是 我现在把它们放到一个大的容器里面 掺和一下 你说它们的总体积还是两碗吗 不是 那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花生豆直接有份啊 有空隙是不是啊 这个小米子钻那个什么 缝里 缝里面去了是不是啊 对 钻到缝里面去了 那所以它混合就体积变小了吗 是不是 那你现在能想明白水跟酒精混合体积变小吗 哦 分子间也是有间隔 哎 分子间也是有间隔的 虽然我眼睛看不穿它 那只能是说明它分子空隙比较什么 比较小 比较小啊 是不是啊 哎 好 那如果考试问你说 一升水跟一升酒精混合体积小于两升 那证明风子间是有什么的 间隙的 间隙的 好 说空隙也行 好 这是第一个 风子动力的内容物质是由风子构成 风子之间是有间隙的 还有啊 你生活中能不能看懂啊 比如说 玻璃板上面有两滴水 靠得很近 是不是啊 嗯 如果手中天线搭桥一下 两滴水会不会融为异地啊 会 这是会的是不是啊 有生活进 风子之间 靠在一起组成一个物质 风子之间是有相互作用力的 相互作用力 刚才杜老师举的那个例子 叫风子间存在引力 风子间存在引力 你假想想风子之间 只能存在引力吗 如果你看两个风子靠近的话 再有引力的话 那说明靠得更近是不是啊 对 那靠得更近引力更大的话 那任何物质会不停地缩 不停地缩 不停地缩是不是 嗯 那这就很恐怖了 我跟你说吧 那这一个物质 慢慢慢慢慢慢变成就是 叫黑洞 我跟你说吧 哦 因为它无限的缩 无限的缩是不是啊 嗯 缩完以后体积 那个越靠近引力越大 是不是啊 对 说明任何物质 你看好多物质没有变成黑洞 说明它还不是不光存在引力 当物质之间风子靠得很近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是相互排撤的 哎 就当风子间距离靠得很近的时候 就不是引力了 就是排撤 但也不能全是排撤 你想如果风子间全是排撤的话 当两个风子间距离得比较远的时候 然后再排撤 那这个事件也很恐怖 你觉得是不是 越来越大 对 这就不是任何东西膨胀了 灰飞叶灭了 是不是 嗯 所以要知道 风子之间可能是相互最有引力和赤力 好 当两个风子之间靠得很近的时候 表现为什么力 赤力 赤力 不能再引了 是不是 嗯 当两个风子间距离 最有距离比较大一点的时候 就表现为什么力 引力 不能再排撤 再排撤完了 是不是 好 哎 你看这个图像就是什么呢 两个水流 如果你相互扒了一下的话 可能可能融成一流 是不是 嗯 这表现风子间有什么 有引力 有引力 是不是 嗯 就是假设这个反正法 假设风子靠近的时候表现为引力 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所有东西自己就会缩缩缩缩缩缩成一个黑洞 好 所以风子靠近的时候一定表现为排撤的力 同理 风子远离是如果表现为撤力 那所有东西都开始膨胀 整个世界灰飞烟灭 但实际上咱们的高中的时候 咱们这块学的会更难 实际上引力和撤力是同时存在的 有引力的同时还有撤力 只不过靠近的时候 撤力比引力大一点表现为撤力 只不过距离靠的远一点的时候 引力大于撤力 表现为引力 如果将来考试到考到这点 你得注意 咱们初中就不剩下了 还有一个 风子靠近第一物质是由风子组成 第二风子靠近有引力和撤力 第三 你这风子动不动啊 不动吧 不动 你听说过中国古老的一句话 酒香不怕巷子是什么 听说过 听说过是不是 那为什么呢 那巷子在身 你能闻到酒香 酒香味是不是 对 那你怎么闻到的 香味过来了是不是 对 这香肯定酒精的风子 移动过来了是不是 冲短花开的时候 我能闻到花的香味是不是 对 小区边上有个垃圾桶 从来过去也有味是不是 对吧 也有味 这说明风子是不停的干嘛 运动 风子是不停运动的是不是 在纤维镜下观察悬浮在水中的 就是水面上撒点花粉的话 花粉的话 在乌风的情形下 观察空气中的烟里尘埃时 都能看到这种运动 都能看到这种运动 这谁发现了呢 一个叫布朗 一个叫布朗 是一个植物学家布朗 它最早实际上是干嘛呢 在一个静止的水面上撒点花粉 然后他就看着花粉是不停运动的 那实际上就是下面水风子在运动 不停在撞击着谁啊 水面上撒花粉 不停撞击花粉 撞击花粉 是不是带动花粉运动了 是不是啊 对吧 布朗呢 他通过这个现象发现了 风子是不停运动的 所以这叫布朗运动 布朗运动 以后知道什么叫布朗运动 布朗是一个人 他发现了风子是不停运动的 是不是啊 对 他怎么发现了呢 撒点花粉在水面上 发现花粉在动 是不是啊 这有点常识啊 有点常识 对我刚才举了那个例子啊 你走小区那个垃圾桶边上过去的时候 能闻到臭味是不是啊 嗯 你说你夏天从那过 跟冬天从那过 这感觉一样吗 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夏天味更大 夏天味更大 是不是啊 这里面隐藏一个知识 夏天气温高一点 是不是 对 气温高 这风子运动是会更剧烈一点的 在相同时间里面 钻到你鼻子里的臭气风子 会多一点 是不是啊 嗯 但这也不严谨啊 因为还可能夏天气温高 它里面腐烂的气体风子 各种会多一点 是不是啊 对 但是多多少少也反映了 温度高 风子运动什么 越剧烈 越剧烈 咱们将来会学温度的时候 就是具体的仔细讲温度的时候 实际上温度就是反映物体内部风子运动的剧烈程度的 好 这是风子动力论的三个内容 说一下风子 既然说风子是运动的 是不是啊 那你得告诉我风子运动有多快啊 气体风子运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的 那固体风子运动 不快 不快 试问一下 养气风子的运动速度大概是400米每秒 你知道身影一秒钟跑多远吗 340米 340米每秒是不是 这个比身影跑得还快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 了解一下 好 风子动力论的内容也讲完了 是不是 大家可以再重新把固叶态三种东西再重新讲一遍了 固叶态 比如讲固体 固体啊 它风子的排列是非常紧密的 距离靠得非常近 是不是啊 实际上风子距离靠得很近的时候 引力和吃力都比较大 引力和吃力都比较大 它风子间空隙是很小的 风子间空隙比较小 风子每个风子的活动范围非常窄 每个风子的活动范围 那说明经常抱成团是不是 对 抱成团 每个风子的活动范围比较窄 那这样呢 你说固体能不能保证体积和形状呢 可以 这就是固体能够保证体积和形状的原因 就是因为每个风子 它活动范围比较小 只能在原来的位置附近稍微晃动一下 是不是 好 咱们刚才说液体能保证什么来着 能保证形状 体积 能保证体积 保证不了形状是不是 看原因 谢谢大家 好 然后